《车大炮》 因此孙中山也被人称为孙大炮,据说还是袁世凯给起的外号,这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故事呢?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看孙中山外号的来历。 一、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,孙中山得之后欣喜万分,于是放出风格,说自己在美国筹到了几百万的美元军费和十几艘军舰。 结果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,大家才知道被孙大炮呼吁,孙中山一毛钱都没有,更别提军费了。 二、孙中山早年革命时候,曾在鸿门借过钱,于是在当了大总统后,鸿门老大就来找孙中山还钱。 孙中山大笔一挥二十万支票,去找胡汉民拿钱。 谁知道胡汉民根本没钱,就是说鸿门老大也被雇佑了。 三、1912年八月,孙中山刚从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下来,他若经跟新任总统袁世凯密谈多次,此时孙元处于蜜月期,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自己要失业救活,提出了在十年内,修筑铁路二十万里, 请元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百万以强中国。 据说,当时袁世凯一听,高兴地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,孙中山也回报一生大总统万岁,孙中山的话虽出于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致诚,但袁世凯心里认为他是信口胡吹,袁世凯则在背后说,孙中山是个大炮,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